书馆开书,咱们是书写前文 上完书咱们正说到 两江总督马新仪的少爷马玉珍来见钦差大人郑敦锦 正当这钦差大人问到这马总督到底有没有什么仇人的时候 这马玉珍马少爷跪在地下呀 只是落泪 哎,倒显得有些吞吞吐吐,有话说不出 这郑敦锦呢,久立行御 一直坐在这帝国的大司寇 哎,行不上书之之 所以达尔一看呢,这老头就能知道 这马公子啊,他确有隐情啊,没有时报 于是啊,这钦差大人郑敦锦呢 就觉得这请将可就不如激将了 这大人呢,跟马公子说 为人子者,父辈上有冤屈不能雪 如有隐情不报,对得起先人的在天之灵吗 马公子听完这些话之后啊,挺身而起 对这个钦差大人说呀,卑职确实还有隐情禀报 说到此处啊,郑敦锦对他摆了摆手 让他收声,秉退了左右从人以后 才让他继续讲 这马公子站起身来,坐到钦差大人对面 这才讲出了一段惊天的隐情 这马公子从哪给钦差大人讲述啊,我不清楚 不过我得给您从头讲 要不就啊,您捋起来可能就有些麻烦 这被刺的两江总督马心仪出生于道光元年 按这个公里说那年是1821年 他死的是哪年,咱们都知道了 1870年,也就是同志九年 自叫古山昊娇雁门 山东何则人是个回族 他和咱们所熟知的很多这个回族官员不一样啊 不是母举出身,而是文举出身 道光27年,那年马心一夜的虚岁28岁 就中了进士了 在安徽啊,就做了支县 后来追随远甲三,剿灭太平军 在这官场上啊,也是很有起伏 做卢州之府的时候,把印丢了 被朝廷降了个格职留任的罪 当然后来又被起伏 同志三年的时候,马心仪就被升任为了浙江巡抚 因为治理海棠有了功绩 所以在同志六年,这马心仪啊 就被升为了闽浙总督 升官以后,按照朝廷的惯例 这闽浙总督马心仪就应该啊 向朝廷起奏,奏什么呢 岂准回京谢恩,顺便呢 到这个吏部去述职 直到这个同志七年的时候 马心仪的奏请才被批准 当时的马玉珍呢 作为营中的一名副将 就跟在副帅的身边伺候 清明节过后,这马总督啊 进京谢恩,见价这天呢 春寒料鞘,虽然已经是春天了 但是这风啊,打在身上 还是凉,这皇上要见的呀 是马总督,所以说呢 这马玉珍呢,没有传召 只能在外边等着 这马玉珍在哪儿等着呢 这皇上太后召见马心仪啊 就在这养心殿 也就是现在咱们知道 故宫三大殿后边 军机处的后身 这马玉珍呢,不经召见 可不能到那儿 他只能啊,在龙宗门的外边等着 也就是您现在去故宫啊 军机处西边那个龙宗门的外头 利等 按照常理说呀 这种问话就是例行公事 这皇上还小 太后跟这大臣有什么可聊的呀 无非就是例行公事的 问问任上的情况 交代一下下一步应办的事宜 三两句的 问一问大臣的家庭情况 已是关怀 可是这事啊,奇了怪了 这马总督进见太后,进见皇上啊 已经一个半时辰了 快三个小时了还没出来 这马玉珍就琢磨 难道说这太后这皇上 是留我爹在养心殿里吃少饭了 不行 这马公子啊,正字狐疑 只见一个人掺着马心仪 从龙宗门里可就出来了 只见这本来就消瘦的马心仪 脸色苍白 身上啊,微微还有些颤抖 好像是刚刚经过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样 这马玉珍见此情况 赶紧抢不上前就掺住了自己的父亲 这在大内禁地也不敢多问呢 这会儿啊,还是掺着马心仪 出来的这位公公说了话了 这太后问话的时候啊 还好好的 不知道怎么的 太后问完话以后啊 这马总督突然呢 可能是有些不舒服 我想啊,也没什么大碍 应该是啊,招了点粮吧 我呀,还有公事 就先回客了 奴才我在这儿啊 驻马总督是步步高升 那书中代言这位公公是谁啊 这就是过了两年呢 把脑袋混丢了的大太监安德海 说完这话呀 这安公公可就转身回去了 这马玉珍掺着马心仪 一摸自己父亲的手啊 那是冰凉 明显能感觉到这会儿的马心仪啊 还在微微发抖 可是马玉珍他糊涂了 要是看自己父亲这种情况啊 那肯定是遭到了皇上 遭到了太后的身吃 可是再一想啊 不对 这安德海是何等人物啊 这太监最会见人下菜碟了 如果我父亲刚才呀 在宫里太后问话失了事 这大太监安总管啊 怎么也不可能亲自的 把我父亲搀扶出龙宗门 正在胡琢磨的时候啊 这马心仪开口了 快走快走 赶紧回宫馆 这京城啊 我是一天也不想多待 没过几天呢 这马心仪马总督 算是把京里的差事都办完了 那赶紧回你的福建 去做你的闽浙总督吧 这马心仪跟儿子说呀 哎 先不着急 这太后有恩旨 特许咱们爷们啊 先回乡祭祖省亲 那既然这太后有恩旨 这大伙自然都乐得呀 跟着马总督 回到这个总督的家乡 山洞曹州河泽县 马总督呢 回去是祭祖省亲 咱们跟着呀 去那休息几天 那跟着总督回家 那一定得是好吃好喝 好待成 欢天喜地的这异行人呢 就回到了曹州河泽县 这马心仪总督的祖籍 那总督回乡啊 这上上下下自然是高兴 祭了祖 醒了心 同族中的老老少少 尤其是这些兄弟们呢 好好盘踞了盘踞 要说这总督啊 还有公屋在身 即便是太后有恩旨 在家盘踞了十几日啊 也该走了 可是眼看着这马心仪啊 还真没有要走的意思 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敢问呢 只有这儿子马玉珍呢 悄悄地凑到了父亲身前 说爹 咱们是不是该到福州上任了 这马心仪说呀 不急 这两天呢 朝廷就会有恩旨道 等接了朝廷的旨意之后啊 再说吧 这马玉珍心的话说 我爹行啊 能掐会算呢 这朝廷来不来旨意啊 您就能猜到了 谁想果不其然 这说的呀 比算的可真准 没出三天 这朝廷的旨意 还就真下到了曹州府 这朝廷一道旨意 闽浙总督马心仪 不用去福州上任了 怎么呢 人家升了 升任两江总督 那有人说都叫总督 这官他怎么就是升了呢 话说这大清朝啊 他设了九个总督职 分别啊 是直立总督 两江总督 四川总督 闽浙总督 湖光总督 梁广总督 云贵总督 和东三省总督 还有就是陕甘总督 最初设立总督啊 通常是这个地方啊 或有军务 或有边务 也就是说呀 要不然就有军事上的问题 要不然就有边境上的问题 当然了 直立总督 他一直是个例外 他负责管理军机重地 也就是啊 管理包括现在的河北省 天津市 北京 二环内外 以及啊 这个现在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 那为的就是啊 这保卫最高领袖 巩卫 京畿 那后来呢 像什么 胡广啊 敏浙啊 尤其是两江总督 这些地区啊 都是大清国的前梁袋子 后来设总督衔啊 就是为了这一地区 能更好的稳定 理论上说呢 这直立总督应该是九大总督之首 但是若论前若论权呢 那还得是两江总督 那那会儿跟现在不一样 那会儿可以说呀 这大清逆朝 复在江南 江南复述 复在两江 这两江总督啊 管辖三省 管江苏 安徽 江西 三省 以及上海的军务政务 不但如此啊 还兼着通商大臣 所以说呀 这比起这个敏浙总督来说呀 这两江总督 算是高人一等了 这马新仪的族人 听说马新仪啊 改任两江总督后啊 无不欢喜 个个的 给这马总督 前来道喜 这马新仪啊 脸上都看不出 有什么高兴之色 也接到朝廷的旨意了 哎 也该上任了 就在上任之前 这新任两江总督 马新仪 可就把族中兄弟 都叫到了密室当中 话未开口啊 这总督大人 先叹了口气 哎 围观难啊 像我这样身为朝廷 一方 封江大力 更是难 尤其是在 两江总督的任上 我是如履薄冰 步步小心啊 你们在家中呢 也要处处小心 切不可借我之名 鱼肉相礼 并且此次 我到任两江啊 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你们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 倘若我此次夫人江南 如有不测 切不可追究 更不能上京喊冤告状 切记 很多事情一旦搞清啊 更会惹来杀身之祸 搞不好啊 就是灭族满门 这大伙一听 吓坏了 面面相视 不知道这马新仪 说这几句话 是什么意思 那也只有啊 安慰马新仪 说大哥 您此次去江南赴任呢 那完全是皇上 是太后对您的信任 您在这官场之上 正是当红之时 怎么能说这么丧气的话呢 这马新仪啊 对他们摆了摆手说 哎 别说了 总之啊 小心谨慎一些 总不是错 此日清晨 两江总督马新仪 辞别家中父老是登城上任 直到这马新仪 接替了曾国藩 上任了两江总督以后 哎 工作一搞起来啊 哎 这儿子 马玉珍才知道 自个儿的爹 顶了多大的压力 这马新仪上任以后 接到朝廷 接到慈禧太后 第一道命令啊 就是一件天大的 不好办的差事 什么呀 才撤乡军 要说起来呀 这长毛发匪 也就是太平天国呀 可是人家乡军剿灭的 那这乡军乡军 哎 他名字里带出来了 他是谁的部队呀 等于是人家曾国藩呢 团练起来的地方武装 要是细说起来呀 这乡军叫做曾家军 不为而过 这旨意上说呀 这江南各省军无废齿 令马新仪啊 是招募操练新军 要说这话 听着没错 确实吗 这太平天国呀 打乱了整个江南 大清国的军力部署 什么八旗兵啊 什么绿营兵啊 水师啊 被太平天国的军队呀 打了一个稀了哗啦 尤其是八旗呀 几乎是一个没胜 可是 什么叫招募新军 操练新军呢 这新军不是有吗 乡军就是新军呢 那朝廷既然降旨 要招募新军 那必然就是要裁撤乡军 那么说好裁撤吗 当然不好裁撤了 这湘军这会儿是功臣部队 您如果要是裁撤 这个迷乱之士啊 这好办 可是裁撤功臣部队难了 这会儿的部队呀 他等着您赏呢 谁想啊 这朝廷不但不赏 还让这些兵啊 都卷破卷走人 这一旦激起滑变了呀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马新仪啊 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些戏情 朝廷自然降旨了 我就办既然把我派到江南 我一个没有根基 没有靠山的人 又不是乡军出身 也只好就依靠朝廷了 所以说太后朝廷 皇上就是我的靠山 凡事大不过天气 凡人大不过天子气 所以说我呀 听皇上的话 没错 干脆我也不避讳 遇到什么为难的呀 那就直接找曾国藩 我想啊 曾国藩这个人呢 大家还是都多少了解的 关于人品如何 不在咱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肯定是为官老了 只要这马新仪开口啊 这曾国藩 还是能做到知无不言 并且呀 帮着这马新仪处理了很多难题 马新仪平生性格直率 做事就是这么的认真 干净麻利脆 到了同志八年代头上 实际上这乡军呢 已经裁撤过半 并且呢 顺利的招募组建了新军 为了更好的训练新军呢 这马新仪还招募了德国和法国的教官 在营中啊 负责操演步兵 可是这么一来 这乡军的势力自然就受到了打击 至于这些大头兵嘛 你裁撤了我 我回家 发了安家费啊 我是能耕田耕田 不能耕田 做些小生意 实在不行啊 我干脆呀 混了社会了 成了袍哥了 对这个地方治安上啊 可能有些搅扰 不过不是咱们这部书要讲的 咱们在这忽略过 可马新仪这么一来 最难受的是谁呀 就是这些乡军出身的官员 其实啊 在同志初年的时候 这乡军的势力啊 做的就非常大了 这大清国呀 16个巡抚的席位 乡军就占了11个 9个地方总督 这乡军出身的 有5位 那是因为呀 那会儿正和太平军作战 这大清国倚仗乡军 所以才放任这乡军将领做大 可是这太平军一剿灭 慈禧太后他怕呀 书生辫子 您就是乡军 是大清国的部队 散开了辫子 您可能又是一支太平军 于是这慈禧太后才选择了 马新仪这么一位孤臣 接替了曾国藩 两江总督的职位 才撤新军 从整江南的军务立志 马新仪这么大刀阔斧的一干 他在江南官场上 树敌可就不是一个两个了 那简直就是上至曾国藩 曾国权 下至乡军小兵 乃至民间与湘军有瓜葛的一些世身伤骨 全成了马新仪的敌人 哎 割到咱们这部书啊 您就可以认为啊 这些人都有杀马新仪的心 这马玉珍说到此处 抬头看了看郑敦锦 他发现这会儿的郑敦锦呢 头上已经是惊得微微冒汗了 这马玉珍说呀 这还不算完 这朝廷老佛爷 给我父亲的最大压力 还不是财彻乡军 这郑敦锦问 那是什么呀 是钱 这老佛爷 让我父亲去追查 太平天国圣库的下落 这郑敦锦听完呢 又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里话啊 这马新仪总督看来不死啊 是不行了